请 经理 行了 少在这儿废话 你不符合我们这儿标准 走吧 经理 要不你再看看 我也是第一次出来找工作 以后肯定会好好干 你废话怎么那么多呢 滚 后面一大群人等着呢 你刚才的所作所为 我都看到了 你信不信我告诉你们董事长 立马把你看输掉 一个刚大学毕业的小孩子 还要找我们董事长 你可笑不可笑 啥话都敢往外说 我就说了 怎么了 告诉你 想进这个公司 没有这个 学历 顶个屁眼 快活活 听见没有 小王啊 你可真不值天搞地方啊 哎呀 陈秘书 你咋来了 你知不知道 这是我们其他新上任董事的 他是董事长 哎 董事长 真对不起啊 刚才小弟学院也不是他 请你原谅 来 把头抬起来 这一巴掌 是替所有本来可以留在 咱们公司的员工打的 他们本来是很有能力 留在咱们公司的 都是因为你 所以都走了 还有 因为你 你知道别的公司 是怎么看待我们公司的吗 从明天开始 你 不用来上班了 那就走 生活完爱就不 早点结束 要留 何必再追问 人在做 天在看 多行不义 必自闭 你好 我是沈亿涵 点个关注吧 有没有 運命啊 你未经许过 是有志